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灌食啦 你要给抗生素啦 你要给叶克膜啦 你要洗肾啦 但是他只是延长一点点生命 对于你能不能存活下来没有任何帮忙 只是可能延长个一天两天或是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那这个就叫做卫生医疗 那可是如果我没有签这个没有助记这个DNR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经历 在医师方面他一定要给予呢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们回到安宁缓和医疗 安宁缓和医疗其实病人自己可以签署的是意愿书 意愿自主意愿 那是必须要在你神志非常清醒的时候去签的 就是你预签的 另外一个叫做同意书 你的家属帮你填的同意书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病人家属他会告诉我说 我妈妈很爱漂亮 有人跟我说我爸爸有告诉我 他最后如果在最后一段时间 他不要受太多的苦 对大部分老人都会这样想的 那他如果有跟他的孩子谈到这件事 那像在我们自己的家户病房 我们在跟病人家属解释病情的时候 我们会确认这个病人的疾病 是不是可以回复 那在台湾的法律 两个专科医师 两个卫生福利部的部定专科医师 认定是末期的时候 什么叫末期 就是生命一定回不来的 的时候 你可以跟病人家属解释 那在末期的状况下 可以签同意书 家属可以签同意书 签这个同意书的话 就是可以不用插管 不用电极 不用按摩 都可以不用给 甚至也可以把已经提供的插管 拔掉都可以 那可以不用鼻胃管喂食吗 可不可以不用鼻胃管喂食 在安宁缓和条例上面 其实并没有写得那么的清楚 但是在病人自主权力法案上面 他有讲到人体 就是流体灌食跟人工的营养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病人自主权力法案上面 你如果有勾选说 你最后不要这些营养是可以的 这个叫病人预力医疗决定 病人预力医疗决定 这个是病主法里面的 病主法里面 病主法你才可以做这个主张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只是在健保卡上 注记一个 说我不要做心配复苏术的话 所以必要的这个喂食啊 什么都还是有 对不对 其实一般来讲就是 有曾经病人家属问我说 主任 到底不惯我爸爸会不会肚子饿 问这样很真实的问题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神明或神仙在肚子饿 在当仙的时候有没有在肚子饿 好像没有嘛 你在看到很多高僧在原籍的时候 有没有要吃东西 那问题是 这跟最近在讨论那个断食散钟 也不一样 其实不一样 断食散钟其实很重要的 他叫VSED 就是说你是一个自主意愿的 V自主意愿 S是停止 然后E是灌食 D是喝 也就是说你是自主意愿说 你不要吃 不要喝 可是你看到最近外面的断食散钟 他其实是被断食散钟 是被被动的 他不是主动的说我不要吃不要喝 对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目前的法条上面 他是相当相当的模糊 但是你看看我刚刚跟亚元你说的 在病主法上面的育力医疗决定 病人的育力医疗决定这里 他其实你是可以说 你不要人工的营养或是惯养都可以 即便说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在立这个医疗决定书育力的时候 我是清醒的嘛 对 然后即便是我到后面 是我已经没有意识了 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条文 但是我可以依据这个条文 说我不要怪 当然 那如果说我的家族说不行 我就是舍不得 我就是要我的家人多活一课试一课 那他这个育力的这个医疗决定 说还有用吗 我觉得亚元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从法条的角度 这个已经是立法签署 入到健保卡 他就有法律效益哦 那但是病人家属会说 我最大 我不要 那这时候考验医师的解释能力 所以这时候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坐下来好好的陪病人家属 做病情解释 在我当23年的家户病房的主任的经验里面 单一次解释病情 最长的时间 两个小时 36分钟 这两个半小时里面 我大概讲话没有讲超过15分钟 就是听他们讲 就听他们讲 你为什么要主张还要坚持下去 然后听妈妈告诉我说 他的儿子多孝顺 听太太跟我说 他的先生多好 单一病人 在以前那个年代 我最多讲 说算了就是34吗 舍不得 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 所以这时候 你好好的跟病人家属解释 告诉他说 法律上面 其实我们是要尊重病人自主 那我知道你舍不得病人 因为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 因为家属要在面临上亲的时候 情感是很受伤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都经常跟病人家属说 我知道你是爱病人的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的 然后我先让他知道 我理解他 我才会说 但是其实从法律上面 从伦理上面 从临床上面 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他其实在很清醒的时候 已经做了决定了 他做过决定了 那我的经验在这样的状况下 绝大部分 大概接近99% 大概几乎都会尊重 那这个前提就是 你已经要在病毒法上面 你已经要签了这个御例决定書 可是我如果没有签 我只是单纯的口头表达过 或者是我只是在健保卡上 做了这个DNR的注迹 其实这个问题 在医界有做过不少的一个 讨论 法律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在立这个法案或是像我当医生在ICU 帮助病人 其实最重要的不就是病人自主吗 所以其实我在跟病人家属沟通解释病情的过程 我真的告诉他们 其实病人有这样的表达 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爱他 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违反他的想法 你觉得他会快乐吗 那我也曾经有两个七十几岁的阿公跟阿嬷 他要救他的九十几岁的妈妈 他们很舍不得很孝顺的家庭 我告诉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很孝顺 我知道你们很舍不得阿祖会走掉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在加护病房 那你希望你的孩子们也孝顺 让你躺在这里吗 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 主任待一下 然后他说我们讨论一下 那后来他们在讨论了三十分钟 在我的会课室里面 那大概我猜也哭了三十分钟 然后最后出来跟我说 主任我知道你的苦心 我想我们想让我们的妈妈不要太辛苦 所以其实这时候很考验家属其实的心情 也很考验加护病房团队的同理心 也很考验加护病房团队对于病情解释的态度 还有整体全部的配套 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主任我现在问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预立这个病毒法当中的预立医疗决定书 那现在是不是不是免费说我办 我还是要花点钱 然后我要怎么办 我要找谁办呢 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那个远见了 没有说生死关头 不会想那么远 那我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办吗 其实姚元问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其实各位听众 其实台湾有做预立医疗决定的不到1% 那为什么是因为钱吗 一次的预立医疗资商要3000块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 我不过是签个文件 那你来跟我聊个一个小时 那我签这个文件我还要再付3000块 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然后像我自己的医院 知道病人可能付不起这个钱 我们就还有配套 第二个家庭 第三个家庭的成员 是800块 让他减少负担 就是等于是团购的 让大家一起可以来分享整个内容 那但是他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就是有人要跟你说一个多钟头 不能说我都了解了 我就签一签就可以了 不行不行 所以这个过程上面 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讲比较繁复一点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花钱 觉得不合 是的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医生的话 今天我们是预录的 今天是清明节的国定假日 所以我们是预录的方式 请不要call in进来 但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 是一位重症医学方面的专家 也是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 亚东纪念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 同时也是台北医者诊所的共同发起人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洪芳明洪教授 洪教授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 就是在病主法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安宁缓和医疗剂 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很长了 其实就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不要急救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样去在我的健保卡上筑记 我可以找我的家庭医生说 你帮我记录一下 我要这个可以吗 不行因为毕竟生死是大事 那先第一个讲这个是不用钱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安宁造物协会 或是我们的卫福部 他其实可以去下载这个叫做安宁缓和医疗 即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 就是意愿书 大家只要在Google上面打意愿书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download下来之后 他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 签完以后要有两个见证人 所以像我在我们医院 我可以找我 比方说我哥哥我姐姐帮我签下就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那签完了以后交给医院 或是直接交到卫福部 或是交到就是安宁造物协会 他确认没有问题 他就会送给健保署 那登陆进你的IC卡 那这里面你有三个东西可以选择 第一个就是安宁缓和 也就是说有一天你是末期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一些减缓你的痛苦身心灵的一些医疗 那是代表说比方说我癌症 已经末期了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大量的马飞 让我不要痛呢 应该是这样子讲 如果说生命一定会走 马飞可以减少你的痛苦 然后舒适尊严 这时候马飞可以给 但是如果说为了缩短你的生命 给大量马飞 那是不可以 所以第一个是安宁缓和 第二个就是刚刚亚元讲的DNA CP啊就最后一刻 你不要再给我电极 你再不要给我按摩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上一段有讲到的 维生医疗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健保卡上面 注记这三个 要全部也可以 折衣也可以 嗯好 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个人的意愿 到时候我的家属如果坚持不肯的话 还是得照我家属的意思来做 不是 在法条上面 这个意愿书 他就有法律效益 只是台湾的很多家属会舍不得 会硬跟我们说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跟家属好好解释 如果医生被家属颅不过的话 那你就是还是得得挨这些 在我的经验 我还没有被颅不过过这样子 OK好 我们现在其实到另外一个很重点的 就是这几年签署 这个其实法律过了好几年了 但是签署不到1%啊 就是病逐法 大家要不要去预立一个 这个医疗决定书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大家考虑到3000块吗 对 那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是不要花钱的 其实以目前来讲 大概在现在都要花钱 在现在 但是在我知道的整个的讯息里面 应该在这一两个月内 健保署会针对住院的病人 重症的状况 实际上他会开始给付这个预立医疗之商 跟预立医疗决定的一个费用 就是你已经是重症了 你住在医院里面了 然后现在医院会帮你做这个 让你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 还清醒的时候 做自己的决定 对对对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对那应该在这一两个月内 在健保署的供女会议上面 会把纳入的条件 会更清楚的列出来 好所以说已经是重症在住院的 就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好那这个这个病毒法 签的一个预立书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征得我家属的同意 我家属需不需要在旁边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你的家属是不是一定是爱你的人 不是也许我家属他不愿意啊 也许 所以只要有见证人就可以 不一定是家属 所以只要有见证人就 有见证人 好那到时候家属不认帐也不行 应该是说 以我们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家属在 可是你不一定 每个人的家属都愿意来啊 而且有的时候实在是 小孩子忙他也来不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以我们的经验上面 就是绝大部分会找家属一起来 可是如果他跟家属的关系不好的 他就是找其他的见证人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见证人可不可以直接医生帮我当见证人 不行 医院的员工相关的从业人员是不行的 好所以这个流程就是我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只要跟医院 是不是要大型医院才有 也不是每个医院都可以吗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在各个医院的 挂号的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有病人育力之伤的一个门诊 但是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是三千块 三千块钱左右 一个小时的智商 好 那这个智商以后如果将来我后悔了 或者是我想要修改一些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就是你可以签 你也可以改 你也可以策务 后悔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可以加一些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定型化契约的模式吗 他不能叫定型化契约 定型化契约比较像商业的买卖的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刚性的 比如说我们有五种条件 末期不可逆昏迷永久植物人及冻住失智 跟其他公告的这些重生的病人 永久植物人他就不可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去签这个吗 就是在他还没有 没有之前那他就可以决定说他要不要有维生医疗 或是说他要不要去做灌食 所以他就可以就是决定要不要接受生命治疗 要不要尝试一段时间 我们叫做time limit try 我想尝试一个月你就把一个月写进去 所以我可以直接想说 如果你一个月就不回我的话 你就不要 或是说我要让我的委任代理人全权决定 或是说对不起 任何状况我都要拼到底 你不能放放我也可以 所以这个玉利医疗决定 不是说你只能做放弃不做不是 所以我要做都可以我不能够把它解释成说我放弃所有治疗 不行不行不行 他是自主 你的自主医疗的决定 所以自主我也可以写成说自主你就是要救我救到底 对所以你可以在字卡上面看到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接受 维持生命治疗我希望接受人工营养跟流体冠养你这个写下来之后谁都不能给谁都不能给你改 好了解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继续来和今天的来宾红方人 洪方明洪医师呢来讨论有关于怎么样最美的安排善终计划 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 我是主持人李亚元我今天呢在清明节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 但是是必须要想到的那就是怎么样做为自己预立一个善终计划 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重症医学的专家亚东医院加护病房的主任 同时也是台北医者诊所共同发起人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洪方明洪医师 在我们节目中洪医师我们刚才其实讨论了这个病毒法的一些他的优点 那另外我就要问一下了病人自主权利法 他跟安乐死到底一不一样 我想他一定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病人自主权利法案除了可以在你是末期的时候决定你自己 要不要卫生医疗或是营养 末期很抽象 台湾现在的法律是两个卫生福利部认定的专科医师 认定你是末期才是末期 不是你自己认为的末期才是末期 要专科医师两个认为的末期才是末期 所以这个也不光是重症 如果是我车祸重伤 然后救不回来也是一样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末期的病人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急重度失智 然后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案上面可以列下来的 但是安乐死不一样 病人自主权利法案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你可以包括我要救 也可以说我不要 我不救 我不救 但是安乐死的话是别人帮你 那不一样 可是是我自己愿意的 我拜托你帮我安乐死 其实生命的东西 它有法律 有伦理 这个其实在伦理上面 它是一个加工死亡 它是一个加工死亡 那等于是协助自杀的这个观念吗 有一点点协助自杀 但是国外对于协助自杀 是让病人自己吃 像之前的副达案是他自己吞那个药 这叫协助自杀 那安乐死是医护医疗人员帮你给药 这不一样 那现在其实是有国家可以安乐死的吗 是的 像荷兰比利时 卢森堡 哥伦比亚跟加拿大 在国内是不OK的吗 我们目前在台湾是没有安乐死的一个法律 是没有的 那这个病毒法 它算不算是所谓的拒绝医疗呢 应该是这样说 拒绝医疗 是的 它是拒绝医疗 但是这个拒绝医疗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专科医师认定的状况下 必须要有安宁缓和的会诊的状况下 很严格状况下 而且你符合可以不用给维生医疗 或是营养的支持的状况下 你才可以拒绝医疗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你说我有病人自主 我要拒绝医疗 对不起是没有的 那就是等于是我要自己要把我自己给饿死 或者是 你到医院来 医院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 你在家里 医院管不着 但是你如果到医院来 这是不可以的 只要你还能救医院 就一定会设法抢救你的生命 对所以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案 我们会觉得很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如果有机会 不会因为你签署过 玉利医疗决定 他就不帮你救 你只要有机会 医疗团队一定有全力帮助你 但是你如果你的生命是不可回复 医疗团都会保护你的善中权 然后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那另外我要问一下 这个很多人说 我死的时候我不要急救 我很怕那个电疾 但是电疾到底会不会很痛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次看连续剧里面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 所以我们不知道很痛 但是是不是会很痛 但是以我们经常在 实施急救的人 其实我们是 不愿意让我们的病人去承受那个苦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病人的生命是回得来的 我当然还是要帮他做电疾心脏按摩 可是假设这个病人的生命 只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要帮他做电疾跟心脏按摩吗 我当然不要 我反而觉得他最后的两三个小时 应该要 而且是要让他的家人在旁边陪伴啊 我们那台湾人说的善终 不就是子孙 你的孩子在旁边陪着你吗 所以我经常在跟我的病人家属说 你可以进去里面拿毛巾 帮你妈妈擦擦身体 你可以进去告诉他谢谢他 你可以进去告诉他说你爱他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病人家属来讲 这个陪伴最后他可以达到一个生死两相安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有送过长辈离开 那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 听觉是人类最后消失的无感 这个到底对不对 因为所以很多人就会在 就是有亲人要离开的时候 会在他的耳边跟他讲 我爱你啊 或者是说我希望来世再见到你啊 什么等等啊 那这个到底听觉是不是最后存在的无感呢 有医学研究吧 这个就我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去确认 但是你在想 我们告诉病人家属说 他现在可能听得到你说的话 所以你去告诉他 你爱他 你去跟他说说这段时间的感谢 你在想家属如果在最后一段时间 可以陪他最爱的亲人说一些话 这个家属活着的人心里的安抚是很大的 那假设这个病人他真的有听觉 他也会觉得他此生无憾呢 所以这件事情 绝对是值得做 是该做的 所以我们最后真的都会让病人家属 在旁边去陪着病人 如果病人家属愿意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 洪医师一开始就有讲过 就是有病人家属会问说 好如果说我真的尊重他的意愿 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 我就停止他的人工营养跟流体胃养了 他会不会饿得难受 被饿死的感觉是怎么样 被饿死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沾望啊 或者是会不会有幻觉啊 会不会很疲劳很恐惧啊 所以这一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现在在重症医学 或是在安宁缓和 我们很重视病人的末期生命的照顾 比如说你要不要让他那么水肿 比如说你要不要让他那么喘 比如说你要不要让他那么喘 我们确认这个病人的生命是不可回复的 那我们就给他这些药物 让他在最后过程非常的平稳 家属舒服病人也舒服 好这个其实对病人来讲也是一种 这个临终的尊严了 就是善终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再继续跟洪教授来讨论 好欢迎大家呢 继续来听我们听医生的话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话题 因为清明节 我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就是最美的安排 如何替自己规划一个善终计划 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在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预例医疗决定书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虽然要花一点点的钱 但是可以保障说你得到的 你最后这一段路走的是你自己想要的 当然你自己要绝对要想清楚 另外就是当一个人 他面临重症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很推广 这所谓的安宁疗户 这个安宁疗户到底是什么意思 主任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跟有安宁疗户跟没有安宁疗户差别在哪里 其实应该这样讲 要进入到所谓的安宁缓和的医疗 要先确认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不可逆的状况了 对他是一个末期的病人 他可能是癌症末期 他可能是肺病 可能是肝病 可能是肾病 可能是肾病 可能是心脏 也可能是意外变成重症了 其实他都有可能 那当他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末期的时候 那这个病人他可能会有身心灵上面的需求 也就是说假设他是很清醒的 他的生理性 他的心理性的支持 包括他的灵性的照顾 还有有些病人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会喘 他会水肿 他会痛 他会睡不着 这些药物的治疗 其实现在不一定要在安宁病房 其实我们现在在健保 他其实有给付居家安宁 我们会有居家安宁的医师 护理师团队 定期去拜访 对到家庭里面去协助你做一个居家安宁 而且你在家里会比较安心 是的 你在病房如果即便旁边还有一个病人 可能对你影响也很大 是的 只是说像这个居家安宁 有时候还是要看家庭的状况 有些家庭的状况 他们就是 太吵杂了可能更不适合 或是说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在旁边做陪伴 那所以他会有很多 照顾上的问题 对会有不同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医院的安宁病房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床难求 安宁病房是要病人自己申请吗 还是说必须要是医生主动建议说 你应该进安宁病房 目前是病人或病人家属申请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家庭医学科 我们的安宁病房的团队去评估 然后以最需要的病人为顺序的状况下 然后收到安宁病房 那一房难求的情况之下 一床难求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说每个人住多少时间是有限制的呢 所以其实我们在安宁缓和在照顾 我们一定是照顾最需要的 假设他的病情在这段时间已经回到稳定了 我们就再让他回到去居家安宁 然后如果他需要再到医院来 我们再到医院来做安宁病房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在我的家库病房里面 有一些病人他确定是末期拔掉管子 但是他的生命又没有那么快会走 可能会一天两天三天五天 那我们也会让他去安宁病房 接受安宁的照顾 那请记得一件事情 安宁病房他其实不仅仅会支持病人 他还是会支持家属 还会支持家属 家属也可以去安宁病房陪伴吗 因为家属来他一定会有访谈 他一定会有支持性的团体 协助他们去度过这一关 所以其实不光是在药物上面 帮你减轻痛苦 让你不要水肿那么难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会有一些心理的资商师 或者是专责的专案护士 在旁边协助你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ICU 我们会经常有家庭性的会议 就是这一点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 其实家属是很脆弱的 有时候就像我说的 讲一讲他们就哭 那时候这时候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发泄他们情感 告诉我们告诉他 我们知道他们的痛苦 需要帮忙请告诉我们 我们来协助他 就是怎么样让 其实不光是安抚病人 也要安抚家属 让家属能够走过这一段路 对其实家属是很脆弱的 好那接着我要问了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这个病主法 他对于医生的职业风险来讲 是不是一种保障 我个人认为是的 因为在病主法的法条里面 有很明确的去写下来 你可以去协助病人 做最后的一段路的一个协助 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也可以把它转介给有能力的医生 你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协助 所以你不一定 就是你的主治医师 我们通常到安宁病房 你主治医师就已经换人了 就变成安宁病房的主治医师 在协助你了 那像有没有过 就是说比方说我签了病主法 然后家属的意见 跟病人本人又不一样 然后呢要闹的 要上法院这样的情况 其实因为病主法到目前为止 也不过才进入快第四年 我们的2014年多一点 那实际上签了AD的人小于1% 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我的ICU没有碰过说 签了AD跟病人的想法不一样 没有 但是在您刚刚讲的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 即维生医疗抉择医院书 这个是有不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的 可能也运气比较好 经验比较好 我大概在做病情解释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说服家属了 就是你让病人家属自己想 他自己都会决定 让他的亲人善众 他们只是那一刹那舍不得 那像医院会不会有一些 法律的服务 像因为毕竟这个安宁疗护 他牵扯到的 可能有遗产的问题 可能有一些家族之间的 这些继承的利益纠葛 会不会有一些法律服务呢 医院不会有法律服务 但是医院在执行整个安宁缓和 或是病人自主的同时 其实我们最重要精神是尊重病人自主 还有我们最重要是尊重整个的法律 所以当今天病人家属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回归到最重要的一个点 解释病情 而不是从把法律是最后一道线了 就是先把人性的这一块放在前面 对 伦理法律临床各个方面讲给他听 好 我其实很好奇 就是洪医师你看过这么多生老病死的这个个案 你心目中的善终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签这个病主法的这个医疗决定书呢 对 我想其实不管ACP或是器官捐赠 我想我们一定都是有签 然后我心目中的善终是什么 就是说我心目中的善终是不去延长生命 但是也不去加工缩短 然后认真的过每一段生活 加工缩短的话 那其实安乐死就算了 对 然后当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 当有一天接近生命末期的时候 那我告诉我自己 我是一个医生 那我是一个加护病房的医生 那我有帮助过不少的人 那我当过集中检疫所指挥官 那我有我爱的太太 我有我爱的爸爸妈妈小孩 那我觉得此生无憾 关键就是四个字 此生无憾 对 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听医生的话 我是主持人李亚元 坐在我身边的是重症医学的专家 台北医者诊所的共同发起人 也是亚东纪念医院 加护病房的主任 同时是重症医学会的副理事长 洪芳明洪教授 洪医生 我刚才要跟您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 我知道您在加护病房这么多年 看了太 送走太多太多的病人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考虑过就是 器官捐赠 怎么跟家属开口的问题 怎么样大爱留人间 因为我知道您本身也是 器官捐赠 还有移植登陆及病人 自主推广中心的董事吗 对 其实 我是一个加护病房的医生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 全力抢救病人而已 但是后来我协助做 器官捐赠 推广的过程当中 我跟家属有很多的互动 那这些 你会不会开不了口啊 这个 这个其实杨明问得非常好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 我个人觉得很白目的医生 我就会直接问家属说 你病人已经末期 你有没有考虑器官捐赠 在民国九十三四年的时候 我是一个这样的医生 可是后来有一次 我有就是拍一个 器官捐赠的宣导短片 那有一个病人家属 对着镜头说 有一个主任来对我鞠躬 问我有没有要捐赠器官 帮我先生 我看到那一段短片的时候 我自己是吓了一跳 我想说 我怎么可以去 说出这样的话来 所以我在那一刻 其实我自己做决定 就是说 我以后再也不会主动 去跟病人家属说 你要不要捐赠器官 我现在反而做的是 当病人末期的时候 我会问病人家属说 你想选择的是 维持现在的医疗 或是你要想走安宁缓和 或是说 你想要在旁边多陪伴 甚至你有没有想要病人 让他回到家里 自动出院 或是你有没有捐赠组织器官大体 我会把这样的一个五六个选项 全部 全部讲给病人家属 摊在前面 让他知道 然后最后告诉他说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主任都支持你 那我会告诉他说 因为我知道 你做什么决定 你都是爱病人的 那这时候反而 我觉得病人家属 他会认真的思考 现在这个器捐的观念 在台湾 有没有稍微开一点 因为以前大家就讲说 要全尸要全尸 所以不愿意捐 其实台湾在最近 在器官捐赠的文化上面 实际上是有比较高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亚冬医院 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医学中心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 一千三百床左右的医学中心 这也是很大型的医院 对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112年 全亚冬医院 有30个病人捐赠器官 在112年 在110年有28个人 捐赠器官跟组织 那这全部加起来 大概我们的量 大概是跟长庚医院一样 长庚医院的整个体系 是更大的 差不多单纯领口长庚 那我们甚至加起来 可能或许比中山南路的医院 或是北投的医院 其实都来得多 单一家医院 那这个其实代表的是说 我刚刚说的 你只要好好跟病人家属解释病情 其实病人家属自己 留给家属自己来选择的 所以我们医院 其实我们的文化就是 告知病人家属 病人末期 好好的解释病情 最后让病人自己做 家属自己做决定 做什么决定都好 其实我想这边跟亚元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有一个病人家属 他本来要捐证器官 帮他的儿子捐证器官 然后我们在早上八点钟 我们要送进开刀房 他六点钟跟我说 我的护理师跟我说 病人家属说不捐了 我就说好啊 那就不要捐 然后他们就说 这样子吗 我说是 然后后来过没多久 他们跟我说 病人爸爸妈妈 想跟你再聊一下 我就从我家大安区 坐经验车到医院去 再跟他聊 他跟我说 主任我们想说不要捐了 我就说好 然后最后 他就吓了一跳 怎么主任会说好 那他说 那他们要再讨论一下 他们在讨论的三十分钟 他们最后跟我说 主任我们还是决定 帮我的儿子做器官捐证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只做一个角色 解释病情跟陪伴 其他就是尊重你们的选择 当然嘛 因为生死两相安 假设我今天硬推着他捐证器官 他将来后悔了 心里不舒服了 是的 对生者来讲 也是更大的一个折磨 是的 对我来讲是这么认为 好 这个是器官捐证的部分 那大体 其实我们知道医学要进步 大体研究很重要 那可是大体老师 这个数量一直 对其实大体老师的捐证数量 甚至比器官捐证 这个通常都是要自己自愿才行吗 几乎都是在病人 有意愿的状况下 而且他有告诉他的孩子 这样的状况下 捐证大体的才会有 就是我的整个在ICU的服务过程里面 大体捐证的数量 远小于器官跟组织的捐证 远小于 远小于的意思是 我可能一家医院一年 一个两个大体捐证都较多 所以就是 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有没有牵涉到一些宗教信仰的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不完全是宗教信仰 而是绝大部分人的 东方的人都很避讳去讲生死 甚至他们会希望说 他们最后可能烧掉 然后干干净净 当他们想说 他们最后需要再被解剖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的情感层面 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捐证大体的 都是我们医界的老师 反而是医界的人 他更希望加会后面的学生 希望让人类的医学更进步 好 那要不要捐器官 要不要捐大体 这些我可以助记在我的健保卡吗 捐器官可以跟组织 可以助记在健保卡 大体健保卡是没有 大体没有 但是器官组织 我要捐什么器官都可以指定吗 都可以讲 那现在最愿意捐的器官是什么呢 目前捐最多是组织 是角膜 反而不是器官 器官是比组织少得多 是 好 我想呢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就请洪医师 您以一个专业重症医师的身份 给所有的患者家属 一些中肯的建议 如何替自己规划一个 最安心不受苦的 善终计划 其实我想在这边 跟各位听众呼吁 我们其实应该在 我们还健康的时候 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健康生活 生活健康 然后开始去规划一下 当有一天我们老化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面对 我们的末期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 玉利医疗之商 玉利医疗决定 把它写下来 进入到你的健保卡 而且跟你最亲的人做沟通 那我相信 你可以很好的一个 善终的生活 好今天我非常谢谢 洪方明洪主任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洪医师 好谢谢各位听众